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圣诈堂的女经事神父 今天是西群旗第五周星期五 今天是念罗王福音第十章三十一到四十二节 福音是这样子的 那时候犹太人又拿石头起来要砸耶稣 他对他们说 我把我重复来的许多善事显示给你们 你们因为那样事情要砸死我 犹太人回答说 为了善事我们不会砸死你 而是为了涉夺的话 因为你是人 却把自己当作天主 耶稣说 你们的法律上不是记载 我说过天主是神 经书是不能废除的 如果那些承受天主的话的人 天主上车称他们为神 那么 父所生化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 因为说过 我是天主旨 你们就说你设得的话吗 早如我不做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 但若我做了 你们纵然不肯信 至少要信这些事 这样你们就清楚知道 父在我内 我在父内 他们又想捉拿他 他却从他们手中逃脱了 耶稣到了约旦河对岸 到了若汉从前 西西的地方住下来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 说若汉没有行过神迹 但若汉关于贼人 所说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在那里 有许多人 叫信任耶稣 今天在福音的开始的时候 耶稣说过 我是神 我是天主旨 因为他说了 我是天主旨 他们这时候 哪时都找他 耶稣用了一切圣经的话 圣永第82章第6节 说 我亲自说过 你们都是神 众人都是至高者的殖民 耶稣说了几句话 他们说 你们的经书上 不是说吗 我是神 我说过 你们都是神 一直评到这段圣永的话 耶稣说 我是天主旨 当然 天主指他是天主的儿子 圣永当中 说我们都是天主的殖民 他说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 至少相信这些事 什么事 就是耶稣曾显现过的奇迹 他们不看这些事 事而不见 他们所找的 这是耶稣究竟是谁 如果耶稣不是天主旨 做不得这些事出来 如果耶稣是天主旨 这些事才能成就 缺了他们引用若汉的话 若汉没有行过奇迹 但若汉关于贼人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 凭着若汉为他的作证 凭着耶稣所做的事 跟他作证 我们有没有办法 从耶稣所成就的事 去看他是谁 平安只是这事 耶稣说 我是天主旨 但是 犹太人不相信 这种紧张的气氛 越来越近 凭着耶稣所说的 未有他人不能接受 他们开始要不害耶稣 其他人越来越紧张 你们呢 你们因为耶稣所做的事 而伤心他 或是耶稣在你身上 所成就的事 你伤心他 我们下次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